房东趴在女人门口偷看 看到有人来了才不好意思地离开 此时 一个男人虚弱地从房间走出来 弟弟见状连忙进门 姐姐叫肉地躺在床上 他习惯地帮姐姐擦汗 姐姐笑着说 咱们有钱了就能去买鸡腿 电影的片段出自电影原罪少女 我们的小男孩名叫多多 父亲经常半夜都不回家 母亲天天无所事事 除了逛街就是打麻将 两人几乎天天吵架 多多经常在半夜被吵醒 这天 多多终于受不了了 她偷偷地离开了家 来到大街上 她看到一个女孩站在街边 这个女孩就是女主小美 小美的职业并不光彩 小美因为早年的一些经历 最终走上了这条道路 今晚她也是出来接客 等了半天 却只等到了一个一拳一拐的大叔 没有别的客人 只能扶着大叔回家接客 但大叔走得非常慢 小美有点不耐烦了 于是随口抱怨了一句 结果这下惹怒了大叔 大叔直接给了小美一巴掌 把小美直接打倒在地 然后就一拳一拐地离开 此时多多突然来到她的面前 伸手想要拉起小美 没想到小美还不领情 无视了多多站起来就走 多多刚离家出走 没有别的地方可去 于是就一路跟随小美 来到了她家 小美刚准备关门 却看到了多多还跟着自己 本打算把多多赶走 但她看多多这么可爱 于是开玩笑说 在姐姐这里过夜 可不便宜有 没想到多多出手阔绰 直接掏出了一张百元大钞 小美看多多这么可爱 于是心一软 还是把多多请进了屋里 多多问了一句 姐姐是坏女人吗 她说妈妈说 爸爸就被坏女人害过 这句话勾起了小美的回忆 小美一下子失声痛哭 第二天早上 小美赖在床上 多多自己去买了早饭 很懂事地帮小美也买了一份 回到家之后 小美看出了她是离家出走 于是把钱还给多多 让她赶紧回家 要不然父母会担心 但是多多不想再听父母吵架 于是死活都不回去 小美还要接客 家里多了个小孩 会有很不方便 于是她强行把多多推出家门 让多多赶紧走 多多只是站在门口 此时房东过来收房租 小美翻了半天 就翻出了五百块 还差一百块 于是房东动了歪念头 幸亏多多就厂 拿出自己的一百块钱 补齐了房租 这下小美不好意思 赶多多走了 于是又一次收留了她 晚上两个人一起站着老干妈吃面条 虽然吃得很朴素 但是两个人却吃得很开心 在这里多多感受到了 久违的温暖与关系 小美的生活则因为多多的出现 重新照进来了一缕阳光 唯一的不足就是 有时候小美要把男人带回家 她还必须要打发多多去买糖吃 每次都是如此 多多也很懂事 每次就算是回来了 也老老实实待在门外 除此之外 两个人的生活可谓丰富多产 每次小美工作完挣了钱 都会带着多多出去吃一顿好的 小美经常会带她去游乐园玩 甚至还给她买新的衣服穿 与此同时 多多的父母也非常着急 自己居然把儿子弄丢了 父亲马上出门 准备寻找儿子 这天多多和小美走在街上 一个卖花女突然上前说 今天是情人节 买素花送给最爱的人吧 这又勾起了小美不好的回忆 多多看了看姐姐小美 偷偷买了一朵花 回家之后送给了小美 小美看着眼前的花 又看了看送花的人 抱着多多大哭起来 最后她把那朵花养了起来 她劝多多给家里人打个电话 经过这么多天的相处 她已经把小美当成了自己的家人 听从了小美的建议 从外面接了个电话 就给妈妈打电话 但是打通之后 却不知道说什么 因为母亲平时光打麻将 根本就忽视了跟她的交流 所以她也不知道说什么好 于是听了一阵母亲的哭诉 就果断挂断了电话 这更加刺激了多多的父母 两个人开始到处贴寻人骑士 正巧被路过的小美看到了 她看到多多的父亲脸上露出惊讶的神色 她认识多多的父亲 正是她把小美变成这样子的 原来当初她还在上大学的时候 有一次做兼职上街卖花 一开始根本没人买花 哪怕那天是情人节也一样 此时她遇到了多多的爸爸 她直接买下了小美所有的花 然后转手送给小美 从此就喜欢上了她 而小美没想到 原来多多的爸爸就是她的中文老师 这下小美有了接近她的机会 于是经常性地问老师问题 请老师检查自己的作品 两个人在朝夕相处的过程中发现 原来两个人共同语言非常多 算是志通道合的朋友 原来两个人关系越来越密切 小美甚至主动开始邀请她吃饭 这天小美过生日 两个人一起庆祝后合了一张影 但其实那时老师已经结婚了 这张合影很快被妻子发现 妻子是一个疑心病非常重 而且占有欲非常强的女人 按理说小美和老师的关系没有问题 小美也只是想和老师做朋友 但妻子不分青红皂白的 就认为两人背着她偷情 还把两个人的合照贴得满学校都是 弄得人尽皆知 小美来阻止她 还出手打了小美 老师也没有一点解释 最终导致小美和老师 因为这件事情先后被学校开除 老师没有了工作可以再找 小美却是农村来的孩子 上不了大学对于她来说 就意味着失去了很多 她伤心地走在路上 却被吃汗盯上 她不仅身败名裂 还失去了清白 开始自暴自弃 最后走上了出卖肉体的道路 小美回家看到床上的多多 想到她居然就是仇人的儿子 感叹命运弄人 当时就想对多多下手 但是她终究是心软 没能下手 第二天早上 懂事的多多给姐姐做了早餐 小美感到非常幸福 打算给多多一点奖励 于是就问多多喜欢吃什么 晚上做给她吃 多多说 她喜欢吃糖醋里脊 于是下午小美出门买菜 没想到回家时 却看到多多的父母 原来是房东看到了寻生寝室 把多多的父母带到了这里 而且她还报了警 顺便激发了小美 警察也来到这里 多多自然不愿意回家 拼命地想挣脱父母的怀抱 回到姐姐那里 在她看来 比起对她不管不顾的父母 姐姐才像是她真正的家人 此时妻子发起风来 说小美不仅勾引她老公 还拐卖了她儿子 说着就扇了小美一巴掌 多多的爸爸还算是有点良性 赶紧拉开老婆 随后警察以拐卖小孩的罪名 把小美抓了起来 准备带到警察局 多多只能无力地喊着姐姐 影片的最后 小美回头看多多 录出了开心的微笑 像是在感谢多多这些天的陪伴 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 要塑造一个人 可能需要花费数十年的时光 但是要毁掉一个人 却是如此简单 甚至只需要一张照片 好了 本期就到这里吧 期待下期再见